日前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称 加拿大政府被告知美国将正式要求引渡孟晚舟 美国司法部22日予以证实 不过23日 加拿大驻华大使就亲自来拆台了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3日报道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莲表示 孟晚舟有强有力的论据反对被引渡到美国 麦嘉莲现年68岁 担任过自由党政府内阁阁员 曾经以心直口快的言论引发新闻话题 麦嘉莲表示 孟晚舟有支持她的充分的论据 其中一个论据是特朗古在讲话中表示 可能会在她的案件中有政治介入 特朗古此前表示她有可能介入孟晚舟案 如果这不合国家安全利益 或有助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当时则迅速警告 华盛顿不要交引渡案件政治化 麦嘉莲还说加拿大没有像美国那样 对伊朗实施同样的制裁 加拿大没有参与这些对伊朗的制裁 因此我认为孟晚舟可以在法官面前 提出一些强有力的论据 麦嘉莲认为 解决此案有三种可能的选项 一是引渡孟晚舟 她说这不会是令人愉快的结局 而且可能会耗时数年 孟晚舟可以针对引渡提出上诉 第二个选项是美国放弃引渡要求 第三个选项则是由加拿大法院 以美方的要求毫无依据为由 释放孟晚舟 路透社认为麦嘉莲的上述言论 是加拿大官员迄今最明确的表态 表明孟晚舟可能不会被引渡到美国 但这些言论可能令加拿大政府有些尴尬 因为加拿大政府一直声称 基于资格独立 政府不能干预此案 23日加拿大总理特朗古回避了有关此案的问题 她对记者表示 根据加拿大法律 孟晚舟将有机会进行场有力的抗辩 孟晚舟暧昧藏今天旋击 一场硬仗即将开打 孟晚舟事件牵动中国人今很容易理解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 有地位的人 在通常情况下应当给予一定礼遇 然而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了 在机场像个普通乘客那样被带走 而且是加拿大替美国干的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如同巨石落入池塘 这些年 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急速提升 这使得国认赞与外国 准确说是西方 打交道时心态已经发生明显改变 这样一来孟晚舟被捕就上升为国家层面 事实也的确如此 外交部发言人频繁就孟晚舟事件发生 就已经说明一切 中国人在网上声援孟晚舟 谴责加拿大和美国的声音中 字里含尖最为凸显的字眼就是民族 在很多人看来 孟晚舟事件是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